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旺司徒解说三国杀 那么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 君真的一期视频啊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最近还其实还收到啊 零星的私信啊 说这个君真啊 老出好讲啊 有点无聊啊 能不能出一些策略局啊 所以我们近期的话 上一期就能我记得也是以策略为主嘛 国战好像也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啊 返普归真啊 策略为王啊 就是这样啊 我们三国杀嘛 打的就是谋略对吧 如果啊 我们要不忘初心啊 不忘初心 不能是现在都是以钱为主 谁有钱谁就是老大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 有玩家 那二三八九六九四八九九金啊 请大家速速拨打 好 那么这一局啊 我们其实啊 这一局想讲的东西啊 平时 其实说到了啊 说到了 大家有意义流行的话 其实还是知道的 啊 这一局的策略呢 无论是军阵还是这一个国战啊 都比较适用啊 都比较适用 那么来看一下主攻朝P 主视角这边呢 是技工 那么整体来说技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那么场上的话 关键啊 现在是转折点在哪呢 就是嘴哥 嘴哥 嘴哥开始卢A了 那么我们知道 嘴哥跟P太子之间啊 他是有一个很好的过牌配合 对吧 翻来覆去滚床单 嘿嘿 哎呦啊 那么这个就是两个人一起茁壮成长 所以的话 目前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嘴哥呢 就是 放肆的 卢去 当然这个时候注意啊 主攻其实也语 这个经验很老道的 这个时候你大嘴 手牌既然够 我就没必要再给你翻了 对吧 以防万一 你是反贼啊 这个跳脚 或者说啊 这个是内斤 那么他这个时候救了桃子一救啊 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 哎 迎娶主攻方心啊 那这个时候 主持者干了一件什么事情 八卦也不用了 哎 无戏也不用了 闪也不出了 啊 要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看好啊 手里是三闪一桃 一无戏 这个时候的一个策略 就非常简单 化繁为简 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说 这么多牌 要保主不死 啊 保主不死 你看啊 直接最后一波 叽叽 哈哈 叽叽啊 所以的话 这就是我们的策略 以退为进 以死 保身啊 以死保身 所以的话 这里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策略 玩法 策略 嘛 这种玩法的话 我们国家里面 时常也讲到 啊 有的时候碰到大嘴 对吧 大嘴或者马腾这种组合啊 大嘴 甲鱼这种组合 上来就是 呱呱呱呱 啊 这个时候 可能也出了个槽批 你自己的话 可能是个位将 啊 甚至比如说 是国家这种卖牌流 卖牌流 手里的话 有一堆闪 这个时候 可能要当心了 闪 是否可以不出 我直接送行商 保一下曹批 啊 保一下曹批 对吧 所以这一局的话 就是非常经典的 这么一个打法 那么国战里面 如果你的队友是曹批 加真鸡的这种组合 你更要行商送了 因为对吧 真鸡他有一个倾国在 倾国在 所以这是第一局的一个啊 经典的策略打法 那么来看一下第二局 第二局呢 我们可以看到 是由玩家 桃花杰体共的素材 是角八号位 八号位 那么这局 我们又看到了是谁啊 嘴哥 嘴哥 那么这里呢 嘴哥又开撸了 又开撸了 上来的话 先保了一下袖 然后又保了一下 袖 哟 多多益善 多多益善 但是赵元这个为什么不出呢 这局啊 暂时啊 暂时嘴哥撸的时候啊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让我们注意看啊 主石脚这边呢 是什么 出了一个龙银 注意啊 主石脚这边是出了一个龙银 这个龙银呢 因为是红杀 所以主石脚的话 刷了一张牌 这个啊 没什么问题 是刷牌嘛 在这个时候注意啊 许优杀主 反贼 对吧 然后呢 因为他有个什么技能啊 有个什么技能 他是有那个陈略啊 陈略 对吧 弃掉了方片啊 方片 所以的话 他这边方片不进入手牌次数 那么主石脚这边 开始龙银了 龙银了 其实这个龙银呢 一个跟刚才主攻杀那边一样的 就是红牌嘛 我龙银去刷牌 对吧 去刷牌 但是呢 在别人眼里可能就不一样了 在别人眼里啊 可能就会产生误导 你是这个反贼还是忠诚呢 那么可以看到张秀那边啊 出了个什么事情呢 嘿嘿 直接一波废除自己 然后呢 怒砍国家 怒砍国家 那边断信 主石要 来吧 来吧 对吧 让我来 让我来 他回来了 回来 莫得用啊 什么国家 什么国家 不好意思啊 真正的忠诚 在座礼 在座礼 那这个可能是内奸的啊 这一句啊 这一句说老实话啊 离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装身份呢 有点磨能两可 有点磨能两可啊 但是有一点就是要注意了 如果说我们刚才啊 嘴哥杀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农营啊 没有去农营 对吧 直接就在许优这个时候农营 那你的这个反贼身份 肯定是稳稳的做事了 但由于啊 嘴哥那时候杀的时候 你还用了农营 大家可能就在想了 不过嘴哥那时候啊 那时候手里有牌的啊 杀了忠诚之后 弃掉了 弃掉了 所以这一句啊 应该来说是一个小小的身份 迷惑别人啊 所以最后的话 一波炉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所以前两句啊 这个策略局 小策略吧 就给大家看到这里 那我们来看下两句 这一句 这一句就比较好玩了啊 呵呵呵 啊 玩家的话是 蛤蟆啊 蛤蟆蛤蟆仙人 蛤蟆你自然也吗 那么我们选了一个什么神将的 化雄 计划雄 计划雄当然啊 他不是纯粹的 这个负面技能 要无啊 锁定技啊 别人如果是红牌 红杀啊 造成了天下 哦 红牌还不是红杀 对吧 伤害来源摸一张牌 如果此牌不为红色 你摸一张牌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就拿血换牌 来看一下那边啊 这么个打法的话 应该是忠诚 对吧 春哥嘛 春哥是反的你 反的 念兵器吧 你能不能看到啊 这变了 你打的就有点过分了 哈哈 打的非常过分啊 虽然伤祖宗 但是反贼你也要硬上啊 硬上啊 搞得很像个内金的打法 但在我们眼里看到吧 这显然是个反贼 对吧 众人没必要把黄在所上 昏缘归一气 一气 化山青 来吧 然后呢 小子 冰娘 看我的 强上了 强上了 有没有桃呢 哎 救起来了 再杀一刀 还有他吗 没有就走吧 这个必须要走 不择再开A 谁受得了 谁顶得住 那么祖室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到现在的话 好像 我们处在这个 争斗之外 哈 圈外人 圈外人 又翻了 又翻面 那这样的话 翻面了 对于祖室而言 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对吧 默默的帮你内奸展牌 默默展牌 这个啊 我们这种类似的主持人 还有什么 像太后 像和太后也是 你随便翻我 反正啊 我回合内 不一定有多大输出 但是我回合外阵奴 那可是一把好手 注意啊 我们是一个内奸 这个时候啊 强行卖血刷牌 这个就屌了 看就屌了 嗯 果菜桥 就杀一刀 就杀一刀 nice 就是这么干脆利落 对吧 翻面了这么久 哎 该我出来活动 活动筋骨了 可惜啊 可惜差把弩 这一局要是能翻出个弩来啊 就是 赞顶顶了 对吧 一局 好 就起 又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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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安全 就是这么 so easy 关键还有桃可以保住 打得非常轻松 主要现在显现是最多的 牌是最多的 防具是最好的 决斗走你 有桃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主攻 走好 不送 所以这一局啊 告诉你 白板 也有春天 其实我画熊 不白板啊 你看主角刚才主动卖血 去刷牌 这白板吗 不白板 不白板 那相当于就是一血一排 这相当于弱化版的黄盖嘛 对吧 啊 整体啊 所以我们就是说啊 有的时候 内坚啊 这种就是 大势啊 决定了就是说 鱼翁得利啊 鱼翁得利 所以这一局啊 我们有的时候 想要赢不在于 降强兵多 还在于 策略啊 这个 以亏一个局势啊 这个局势啊 搞向你的话 怎么你都能赢 对吧 哪般像这种 你比较白板的这种武将 你都有机会 都有机会 那么来看后两局 后两局的话 就是看一个武将了啊 后两局没有什么 策略项了 没什么策略项 这一局有玩家 卡卡棉具 卡卡席啊 主持者 内奸啊 三号位 这边啊 睡觉组合 对吧 经典的一个配套 但是潮臂杀他就没道理了 老玩家都知道 香香杀一刀 翻个面 再睡回来 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打法 组合打法 三人成虎 事多有 那么主持者的话 远外飘一下 再决斗打一下 那么像这一局啊 主持者这边呢 注意啊 是怎么个打法 直接是跳中 跳中的 那其实这一局可以怎么的 之前我们跟大家有想过 这个局面的话 其实有种打法 就是说我跳反 跳反 打香香一刀 对吧 如果跳反 打香香一刀的话 就是说 后面四反啊 就会火力集中到组中那边了 而且会坑一个反贼 借力打力 但这一局呢 但是你后面啊 可能要面对香香的这种输出啊 顺手应该想拦乐吧 无财满腹 原本出物 尽不从之 尽不从之 对吧 尽不睡我 好 我们四倍速一下 南蛮入侵 放过去 香香求逃 救起来 主持者出伤了 你看这一局啊 如果我们主持者在这边 刚才跳反的话 马原路打香香 对吧 黄盖的本身也打香香 许优打香香 潮上本来被翻面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许优肯定是打香香 这一局还真不太好 那样高顺就跳出来 跳中了 可能我们是最脆皮的 容易被干 所以这就是啊 我们回头再想想 如果刚才用那样的策略 主持者这个时候摸到一张神牌 因为参军啊 这是屡次改版 越改呢 现在这个是很强了啊 小归心 小归心 难买入侵啊 对吧 想要你死就掉鞋 想要你活就拿牌 就是这么 so easy 这里考虑来考虑去啊 最后还是留主攻的八卦 捞他手牌 打香香一血 最后的话我们嘿嘿 再来了 因为这个时候你看 黄盖脆皮嘛 许优 暂时不会打主攻的 许优也惨朽 所以现在的话 这个时候去跑去空一下主宗 棉毛被换 原本初竟不从之 竟不从之 许优天天就想上原本初啊 就是要人家 从了我们 对吧 还夫君身体要紧 那就让你夫君 啪吃掉鞋 哎 这一张啊 除了只要又拿到一张神牌 嘿嘿 再来一个 这一局主要看这个啊 刷牌效果 要你死 对吧 要你牌 这里要你死的 那拿主攻牌呗 带走香香吧 对吧 话不多说 走好不送 主持人的思路很清晰啊 思路很清晰 这局控场的话 难度倒不是特别大 但是思路很清晰 对吧 我就是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平衡 打你个落花流水 我们可以看到马云路这一刀啊 很伤的啊 很伤的 打你个落花流水 一下三血掉下去 这个就没办法了 阿满有我良济 无财满富便是一如反掌 不再凶之 良济速出 阿满有我良济 取济舟便是一如反掌 一如反掌 品如反掌 好吧 那主持人 哎呀 怎么没有杀呢 你看啊 这有的时候关键时刻啊 就是断杀 这种就 哎 兵符 这主持人 可以啊 控他手牌 最后一个兵 用不着我家哥哥亲自上阵 还好 那么这局 其实基本就看刚才两个男白 然后后面的话 这边就是很轻松 但是无可奈何主持角的话 一直在这断杀呀 这个非常的可惜 对吧 如果不断杀的话 这局就更爽了 万箭齐发 拿掉那个牌的话 那等一下 九杀 带你走 带你走啊 头都扔了 因为刚才 吃了这个断杀的苦 所以这里的话 留一桃一杀 一无限 你看 这个杀留的赞 留的赞 如果这一杀不留的话 就尴尬了 又断杀 但是不一定说 会崩盘 但肯定你心里不好过 对不对 要的就是我们主动出击 主动控制局势 握在手中的快感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个权力是毒药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除了迎师作画 最后的话 就轻轻松松了 也不叫轻轻松松 我们看一下 其实主攻还能打一打 那没办法了 投降了 但是主攻这后面也很被动 只要他血线跟我们一样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动他了 对吧 先慢慢 这里其实到了后期 比如说主视角这边 先打得稳妥一点 当然手里都有个火攻了 我们说如果没有这些 比较重点的输出牌 打得稳一点 那就是慢慢置门 先控你距离放风筝 然后再控你防距 对吧 让你 所以他投降 有他的道理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曹屁 手牌去逃和杀 有逃他也不挣扎了 把持久战肯定应该来说 跟我们打的话有困难 好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这局玩家爱飞可太好了 提供的素材 也是我们老朴客了 那么主视角的话 二号为贴主打反贼啊 选的还是参军啊 参军 老玩家还 现在还有这个观众记得 是是是很早就玩参军了吗 还记得这个最早的参军 是什么技能吗 那么主角这上来啊 就把主攻控了一波 那边皇后杀我们一刀 参军当时最早一般技能 就是杀我 气光牌吧 对吧 是气光牌的 皇后杀我 那忠诚呗 队友 回血回血回血 不具货皮 忠诚 忠爹 过猜啊 不给猜 不过忠爹的身份 其实早就明了 因为他几次活没的时候没给我们嘛 然后鱼帆那边反正反正都都看得出来啊 对吧 南蛮入侵 理论上来讲啊 这个被被拘啊 其实不太好打 只能从忠诚入手 但是这一局我们看一下 主角现在成为被击火的对象了 好就好站在这边啊 二一 现在这局啊 反正的步伐倒是挺统一 就是干主攻啊 干主攻 有 看觉他这个初白老是要掉掉了 掉了 兵略者 明战胜攻取之术 行击之事 郭怀一席 他开水不应该挂战巴的 对吧 那这个就啥好的 耗掉 逆贼 哪里走 方骗啊 无距离限制的啊 如果其他你这个武器 就忍不出去了 对吧 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啊 那么主角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现在我们有一个技能 散摇 可以打体力最多的 或者打这个手拍最多 那现在是选择手拍最多 嘿嘿 偷一个什么 淘鸡 淘鸡 然后呢 紧随其后 吃个桃 杀一刀 就这样 game over了 哈哈 这个手 你说烧不烧吧 哈哈 就是这么烧 你看这都要出了 伸出手来 来 桃子 给我 就是这样 好吧 那么今天的这个军阵啊 就给大家带到这里 重点啊 就是我们后两军 参军就看一看啊 了解一下技能 主要在前三局啊 就是我们看一些 朴素武华 对吧 这么朴素的武将 这么朴素的这个技能 但是策略始终是有效的 有效的 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好 那最后 谢谢大家 晚安